第七章 厄质克尔第七章 厄质克尔第七章 上主的话传给我说 人子 你要说 吴主上主这样对以色列地语说 结局到了 大地四极的结局到了 现今你的结局已到 我要向你发泄我的愤怒 按你的行为裁判你 按照你所有的丑行报复你 我的眼缺不连是你 一点也不顾惜你 反之 我必当照你的行为报复你 使你的丑恶彰显在你中间 这样 你们必承认我是上主 吴主上主这样说 看 灾祸 哪唯一的灾祸来了 结局到了 哪对付你的结局到了 看 已来到目前 当地的居民啊 恶运已临于你 时辰已到 恐怖的日子已近 山上再听不到欢呼的声音 现今我就快要向你发泄我的愤怒 在你身上尽涉我的怒火 要按照你的行为裁判你 按照你所有的丑行报复你 我的眼缺不连是 一点也不顾惜 反之 我要照你的行为报复你 使你的丑恶彰显在你中间 这样 你们必承认我是师佛的天主 看 哪日子确已来到 恶运已定 暴行开花 傲慢发芽 残暴兴起 成为作恶的权障 他们中将一无所存 他们的财富没有了 豪华不见了 光荣一无所留 时辰到秒 日子近秒 买主不要欢乐 买主也不要忧愁 因为怒火要降在一切财富上 买主虽还活着 但不得再属回他所买的 因为情佛一降在一切民众身上 谁也不能再挽回 无人在罪恶中能保存生命 你们吹喇叭 将一切准备便当 但无人出征上阵 因为我的怒火要降在所有人民身上 外有刀兵 外有瘟疫饥荒 凡在乡间的 要丧身都下 在城中的 要死于瘟疫饥荒 哪些僥幸逃亡的到鸟山中 必像谷中哀鸣的夹子 各人悲一自己的罪恶 人人双手疲憊无力 双失软弱如水 身穿虎衣 都为恐怖所笼罩 每人面带羞蚱 头顶完全剃光 他们将自己的银子雕在街头 金子为他们成了污蔚之物 他们的金银 在上主发怒之日 不能拯救他们 金银不能使他们冲击 不能填满他们的肚腹 因为金银是他们犯罪的伴脚石 他们既然把自己华丽的装饰品作为夸耀的东西 造成丑恶的偶像和怪物 所以我要使偶像成为他们的不结之物 我要把他交于外邦人手中作圣利品 吸本地匪徒作为略物 而予以泄毒 我要转面不看他们 让外人泄毒我的宝藏 让野人侵入仪家以泄毒 并用来制造锁链 因为此地充满了血债 成终充满了残暴 为此 我必叫最凶恶的二民来佔据他们的防舍 消灭他们傲慢的势力 并使他们的性所受到泄毒 当恐怖来临时 他们寻求救援 却没有救援 和尚交祸 恶号接种而来 哪时人向先知要求异仗 却毫无所得 施制失去鸟教研 长老没有鸟主意 君王失声痛哭 皇后惊王失躁 当地居民的手战动无力 我必按他们的行为向他们报复 照他们的功过裁判他们 这样 他们必要承认我是天主 第二 第一 第二 一 第二 第三 三快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